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看世界 那么在这一座当中 全世界的焦点都在中国的18大 那么现在18大的 最后的名单已经确立了 那么这个在确立的名单出炉之后 大家对中国的经济未来的发展 那么都在热烈的讨论 也包括对这一次的 中国18大的人事安排 那么其中从9名的常委 那么现在缩减成7个 那么这当中 也包括李延潮跟汪洋 没有挤入权力核心 那么所代表的未来中国 在整个面对世界冲击当中 他如何来面对 那么在这两个礼拜当中 我们也看到从美国总统大选 欧巴马的连任 那么世界两大巨头 都在权力重组之后 那么在美国是用选举的方式 有人在开玩笑说 美国是用选的 那么中国是用举的 所以这个两个 Z2的两大阵营 那么现在在权力结构上都确立了 这个确立对全球经济 大致上在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对美国总统大选的憧憬 期待 现在大致上已经结束了 那么现在美国经济回到基本面 那么所要面对的是美国在削减 议算赤字 那么在现在面对富人课税 美国的财政悬崖的问题 现在大家每天都在讨论 我们可以看在欧巴马选完以后 美国股市大概连续下跌两周 那么在当选的第一周 跌了277.77 那么这礼拜下跌了273点 那么大概每天美国股市都在下跌 我们再看稻穷指数它从最高的13861点 那么开始往下掉到最低12542.38 那么这样一路的下跌过程当中 比较值得注意的 美国的稻穷指数跌破了连线 这个跌破连线代表在过去两年 它一直守在13000点 现在这个点跌破了 跌破了以后 未来压力是大的 那么在S&P500的部分 现在看起来有点头肩顶的形态 那么也是跌破重要的支撑 所以看起来美国股市在未来一段时间 大致上是一个弱势 这弱势当中现在比较严重的 在Apple的股价也是跌破到525.98 那么是苹果电脑的股价 它在9月的时候 在iPhone 5出来的时候 它是涨到705.07 现在很快的时间 杀破了快500块的关卡 那么它的市值 从6609亿 到在礼拜四晚上 它跌破了5000亿美元的大关 这对苹果的股价来讲 从2000年到现在 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 一个下跌的讯号 那么也是不是代表 苹果王朝 慢慢走向 它的过去的 辉煌腾达的时代 已经告一段落 这是美国股市 在多空之间 比较值得大家注意的焦点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在美国股市 这个调整 现在是有一点压力的 那么在日本 现在也有一些 比较大的变动 那么日经指数 最近相对在区间调整 那么日本的首相 野田家印宣布 要解散国会 这个解散国会 到底会对日本带来 什么样的影响 安倍晋三会不会成为 下一届的首相 那么在众议院改选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新变化 最近的日元大幅度的贬值 那么从77点多 那么现在到了81 那么日元的级贬 那么代表后面 日本可能有很大的变化 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 跟亚洲货币大幅升值 刚好大相径庭 我们看到在欧巴马决定 要对富人课税之后 在这个礼拜 其实礼拜一 我们看到亚洲货币 大部分都是大幅的升值 港币面对7块半的保卫战 那么另外 我们看到新台币 一度升破了29块 那么人民币 这一次也升破了6块3的关卡 所以亚洲货币 大部分都是升值 而日元相对 是一个贬值的状态 那么这个也是 日本经济走到这个地方 可能后面的变数 相对增多了 那么这个也是大家 值得注意的焦点 那么在原物料大致上 都在一个相对回档的状态 这也是在美国大选之后 我们都以为美国印钞票 那么原物料价格会上涨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油价纽约的原油的价格 大概都在86美元附近 那么在原物料农产品的部分 大致上都下滑了 黄金在1726美元左右 那么台股在这个礼拜 大致上是面临7000点左右的保卫战 等一下要请文胜跟大家来说明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 我们很重要的专家 要来跟大家谈 一个在中国的18大之后 整个中国经济的未来 我相信这一次的18大的召开 那么顺利的落幕了 那么我们都很关切 中国的经济在18大 底定之后 那么在面对过去这一年的 暗淡的调整 那么中国经济到底 有没有破茧而出的机会 我们邀请到我们老朋友马凯 马教授 马教授好 你好 各位观众好 另外一位张无业张教授 大家好 我想先请我们张教授 来跟我们解析一下 这次18大好了 这个18大 在大概一个半月前 我碰到一个国内的企业家 他告诉我汪洋跟李延潮贿赂 我一开始不太相信 结果一看果然是如此 所以现在就是七个常委当中 这样一路下来 现在到了王岐山 这个张高丽 张高丽大概当副总理 那这个 李正生大概政协主席 然后张德江是人大常委 人大委员会主席 那这个是国家主席 那么总理 那刘英山大概是中央党校的校长 这个是一个现在新的七人的 最重要的权力核心 我们怎么来看这次的 重要的架构 我想第一个 当然就是一个四代交替 这是胡锦涛跟温家宝交替给第五梯队 而且交替是全面的交替 包括胡锦涛 连军委主席 服务交出来 所以四代全面交替 那第二个 它是一个建立制度 刚刚主席所讲的 那其实这七个常委 本来在16代以前 一直常委都是七位的 所以九位是因为江泽民 在2002年把他搞成九位的 那第三个建立制度 很重要的特色 我们可以看到说 大家很意外的 汪洋跟李源潮 这两个被视为是胡锦涛的人马 好像没有入场 大家很多因此媒体说 胡锦涛是不是大败 江泽民大胜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 有待商榷 怎么讲到建立制度 第一个我们仔细看 所有常委里面 现在政治局委员里面 理论上常委只有两位 续任下来就是 李克强跟所谓的总书记 习近平 那在十个常 十个政治局委里面 一定要挑哪些人可以入常委嘛 因为本来是十一个 跑掉一个 所谓薄熙来变成十个 那十个扣掉一个 刘延东 因为很少女性入常 因此是他九个 那这个九个里面来讲 我们就可以看到的 对 那因此九个里面来讲 两个已经确定了 因此七个人里面 到底七个全部进 那就维持九个嘛 那你要刷掉两个 用什么标准 他有几个标准的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两任政治局委员的 通通都升常委 两任以上了 包括刘云山这些 余正升也好 张德江 都是两任政治局委员的嘛 那一任政治局委员 就是比资历 我们可以看到 我先打岔 安州上来讲 现在六十岁以下 只有两个 他们这个大概 下一次十九大都在 但是十九大后面都不在了 对 所以十九大我觉得 也可能是一个 很大的换水 所以十九大大概可以很肯定的 十九大如果我们今天说 胡锦涛人马大败 那十九大一定有个标题 就胡锦涛王子户筹记 大胜 为什么 因为很清清楚楚的 现在所有政治局常委里面 资深最深的 共青团的 对 资深最深的两立 就是我们看到 李源草跟汪洋 那他们现在一个是五十七岁 一个是六十二岁 那百分之百 十九大除非换过错 要不然一定入场的 对 第二个我们看到 还有两个 1963年的最重要的 也进入到政治局的 就是孙政才 跟胡春华 这两个都进入 这两个很重要 这两个统统都只有四十九岁 现在胡春华四十九岁 他在内蒙去 孙政才 现在在吉宁 他们四十九 所以这四十九 这两个人以后应该是 这两个如果没什么太大问题 在十九大是升常委 二十大是准备接 国务院总理跟总书记的人选的 所以说从这样角度来看 大家一定会认说 那胡锦涛人马 是不是再度的大举入场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这是十八大里面 不需要做过多的延伸 我们要注意到的 第一个 四代的交替 第二个他建立制度 第三个他深化改革 第四个他知道 一定要反贪腐 才能够救经济 那看完这个之后 要看两个 一中全会开完 只选党的领导人 那明年2月25到27号 他一定要开二中全会 二中全会会针对 所有政府的 国务院的人大的 国家主席 所有重要的 国家机器机构的人士 进行所谓拍板定案 而且会把国务院的主改方案 也正式提出来 那一中是定党 二中定政 明年最重要的10月份到10月份 一定会开三中全会 一定会订定所谓的经济路线的基调 所以大陆方面固定就是 一中一定是今年一中开完 定党人士 二中定政府人士 三中一定是拼经济 不会拼其他议题 所以明年的10月份到10月份 大陆方面所有的经济 在组织人士定案之后 所有政策大概非常非常明朗的 我想这个我们张教授对整个十八大 这里面奥秘之处 他也给大家很详细的做的说明 我们来请马教授 就是说现在如果按照这样看 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在过去这段时间 他留下一些比较大的在胡锦涛时代 比方说中国的工资一直往上涨 这个是你一直在骂的 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激动难返 就是说你现在工业发展之后 留下太多的污染 他不得不处理 再来他产业结构要做一个比较大的转型 这个转型也带来很多他在调整上的困难 所以在过去这几年 看起来中国经济的成长 一个他GDP一直往下滑落 到第三季他已经剩7.4了 那这一次在十八大完成之后 我们看胡锦涛时代结束以后 习近平接班之后 未来整个中国经济的走向 他未来的压力跟他如何带领中国往前走 那你认为说他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当中 将来的主轴会发哪里 首先我要说 今天中国大陆的经济状态 可能是20年来最糟糕的状态 因为经过20年高速发展 各种影集都已经爆发出来了 但是同时我觉得在胡温体制里面 他们两位做了很多非常错误的决策 而这个决策使得他的经济很难以再走下去 再加上贪腐极端的严重 加上所得分配已经变成非常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 几乎财富都在权贵人士的手里 然后又加上我们在最近这几年看到的国进民退的现象 就是国有部门快速在扩张 把民间部门不断地压缩 其实这些现象是中国经济改革以来最严重的弊病 尤其是最后的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正好跟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走的方向是相反 因为经济改革是国退民进 市场经济慢慢扩大 今天走到国进民退 国有部门不断地扩张 就表示它的改革正在走回头路 所以经济的这个我们说基本的动力已经不济了 而人民跟这个政府的这个对立到了最严重的地步 再加上整个改革现在开始倒退 所以我真的觉得20年来没有一天比现在的状况更危急更糟糕 所以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李克强来接手 他们接的其实不是一个烫手山鱼 他们接的是一个怎么样起死回生的这么重大的一个责任 所以在这时候如果他们两位不能够非常审慎的 非常有效的把这个危机化解 我觉得他们后面这10年会是非常困难的阶段 好 我想这个化解等一下就跟马老师进一步来讨论 其实刚刚马老师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先看这个在这里面的一个人是王岐山 王岐山其实是主管经济的副总理 现在中央纪委会这个纪委是专门当纠察队的 现在请王岐山去当纠察队 这个一个看起来这个安排是非常的突兀 那第二个就是说刚刚马老师也提到了 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看那个所有的富豪里面 百分之九十 所有的资源都从来自国家 所以你说拿一块地 然后大家一起搞 然后再来有钱以后 邓小平说让少数人富起来 然后再让多数人富起来 后来大家终于发现让少数人富起来之后 他把钱拿到外面去了 他不是放在里面 所以最近在这次十八大其实广东省的这个纪委主任 他就跳起来讲 他说香港所有的这个都是贪官拿去这个香港自残 那他已经公开讲这是火辣辣 那其实有人非正式统计就是中国的有钱人把钱拿到海外呢 大概超过一兆美元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 我们最近在讲台湾的掏空体制 中国这个掏空体制是更严重的 王岐山上任之后呢 对现在的贪污的体制 有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嚇阻的作用 我想当然他不得不做 但是很困难 那大陆知道 不好好的处理反贪腐的问题 他真的会亡党亡果 我们看到胡锦涛习近平都这么讲 但是谁也都知道 他要真的全面的处理贪腐的问题 未必会亡果但是一定会亡党的 这个党这个结果是有问题的 那第二个 那为什么大陆贪腐问题这么严重 除了刚刚马教授所讲的 他的所谓政器关系 他的所谓土地上 以及公权力被高度的被寻租理论之外 他有几个问题他始终难处理了 第一个 他没有所谓的高度的司法独立 第二个 他没有非常所谓监督有效的政党政治 第三个 他的舆论媒体 监督地方官员没有问题 监督中央官员有问题 最重要的 老百姓选民并没有直接投票的权利 因此对任何的很多作法 只能表达了一些意见 那大陆方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做 他大概只能做几个 就第一个 一定要杀鸡儆猴 因为这个结构性太大的 你不杀鸡儆猴 你无以抚平民怨的 那第二个 找了王岐山 当然有两个原因 一般认为 第一个 如果王岐山加入政党局常委 这是必然的 但是呢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严格讲是常委 总理也是常委 两个位阶基本差别是不大的 王岐山的能力 王岐山的所谓个性 是一个非常有能力 而且是一个非常所谓的高调的人 那这个跟国务院总理 怎么来相互搭配 所以他可以担任政治局的副总理 他很难担任 所谓常委会的常务副总理 第二个 刚好运用他 所有的贪污问题 都是经济问题的 那因此 找了一个懂经济的人 来所谓的处理贪污问题 希望能够比较好的效果 以前所谓的中纪委的书记 大部分都是省市官员 一把手出身的 省市官员一把手出身 本身的青年度有没有问题 人质互健 对经济的问题重不重视 这是另外一个看法 但是讲担当跟魄力 当然王岐山在这意义上 会被赋予外度的高度的关注 但是高度的关注 究竟是杀鸡锦和 还是所谓能够标本监制 我想说前者一定比后者来的机会大 我想这个王岐山最好人物 是大家都非常高度的注意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人 我们跟马凯 马教授是完全一样 他是这个常委 这个常委是下面就是中委排名 原题是写才写 这个马凯 他是国务院的秘书长 所以我想这个 这个是很有 你的名字跟他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回来看 刚才马老师提到了一个 就是说中国经济在现在 面临最关键的时刻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觉 就是说大陆的经济 GDP纵管纵然现在只有7.4 他还是全世界最高的 但是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大陆的股市非常的弱 多少人在期待18代之前 中国的股市会脏起来 结果不但没涨 最近这两天又接近破底状态 他上个月是 上证最低是1999.484 很多人开玩笑说 你就旧旧就是吧 这个味道 现在上证是2019 大概跟1999 没有什么差多少 所以换句话说 你看美国经济 大家都在说美国经济有多么烂 但是你如果回头看 美国在2008年的海啸之后 稻穷是跌到6400多 稻穷相对来讲是 现在接近13000点 这个是都比08年多一倍 现在大陆的股市跟08年 没有差很远 所以换句话说 美国如果在 他在山上 那中国股市几乎在地上 那这个地上 如果从股票是一个 代表一个橱窗 我们怎么看中国经济 你特别也提到就是说 大陆这次等于 他把世界工厂这个 这个角色结束了 那结束以后 现在如果经济要重新再度 振作要起死回生 我们怎么来看中国经济 如何起死回生 还有他世界工厂这个角色 不能再扮演 那他未来在全世界的角色 他应该怎么来演 好 首先我们都知道 在一个政权交替的时候 这个即将要争取下任政权的人 一定会努力去美化经济 所以美国就是如此 但是你看到这次 中国进入十八大交班的时候 完全没有美化 不是 他努力美化 那就表示 他经过这么努力美化之后的 结果是如此 那当然后面一定是跌得很惨 那为什么跌得很惨 因为股票 你要看他 第一个就是 他是谁发了股票 第二就是 这些发股票人 他未来的前景如何 中国大陆市场里面 他的股票 前面不会是国有大企业的股票 他不会把那个股票卖给你的 所以一定是民间企业的股票 但是在国进民退的时候 民间企业的这个深入越来越窄 前景越来越暗淡 所以他怎么可能会让他的股票 大幅度上升呢 再加上中国大陆碰到一个 经济转型的一个根本问题 这个转型如果成功往上 不成功就掉下去 您刚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 世界工厂的关闭 后面有什么来接手 事实上我们讲世界工厂关闭 已经讲了好几年了 但是 已经八年讲到现在 现在大家才慢慢承认 世界工厂是要关闭的 但是世界工厂关闭这件事情 按照过去的 我们所看过的所有的例子 就是以世界工厂起家 到最后失掉世界工厂 大概你从日本算起 然后台湾应该是紧接着 然后下面就是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 你看到这些国家 每当世界工厂 这个转到别的地方去之后 它的经济就一直往下 台湾非常明显 台湾1986年 世界工厂离开之后 台湾经济就再也没有两位数了 当然有一年了 2010年了 那个是海啸以后的第二年 但是呢 后面的情况都是很惨 泰国马来西亚更不要说了 所以中国大陆既然是最大的世界工厂 所以世界工厂的脱离 对它所产生的这个冲击也是最大 所以我相信呢 后面呢 如果没有其他力量可以接手的话 大陆经济是一落千丈 但是有没有其他力量可以接手呢 我们在1259年看到很多这样的想法 比如说一个是用薪资加倍 来创造内需变成世界市场 一个是其大战略性的新型产业 来产业升级 那另外呢 就是要用其他的方式 城市化等等 来让它的这个经济 能够用其他的这个方式来复生 但是我看过所有这些阶梯的计划 我只有一个字来形容 两个字来形容 都是画笔 对 没有一个 那新型产业到现在也是很惨 不是 凡是搞新型产业的 最后一定很惨 这个台湾的经验太丰富了 对 而透过薪资加倍来扩大内需 这是一个神话 对 因为唯一尝试过的国家是新加坡 对 一败涂地 所以事实上1257号里面 没有一个可以找得出来 是作为接手世界工厂 来拉抬大陆经济的力量 所以如果一个经济 把最主要的一个推动力量 把它毁掉 然后后面没有任何其他量可以接替 那大陆经济的这个前景 老实说不补可吃了 但是呢 这个前景是不是会反映在成长率上面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因为成长率呢 就中国大陆这个计划经济来说 太容易操作了 所以我不会说 因为大陆经济 它的这个动力消失 所以这个经济马上垮掉 它不会 它要维持一个7% 甚至8%的成长率 其实一如反掌 但是它里面会掏空 好 我想这个 在30年的世界工厂 它已经留下很大的后遗症了 比方说最近我看到 这个在松江 迪士尼去盖个油肉厂 他们现在发现土地挖下去 那个土壤都有毒了 所以现在它重新在干净这个泥土 大概一亩地 大概增加200多万的人民币的支出 那大陆现在很多地方 其实你看到最近有个红酒的公司 被发现它的亮红酒 里面红酒有残留农药 那这个就是现在大陆所有的地方 其实在经过高度的工业化以后 土地也好 水质也好 其实都大幅度的变坏 那这也是连生存都面临很大的考验 这也是我们要面对 中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要面对 我们稍微休息回来之后 要来请教我们张教授来看看 习近平上来之后两岸关系 我相信大家非常关注 18大之后的两岸的政治跟经济 新的互动的它的模式 到底怎么来展开 我想我们等一下来探讨稍微来 未经济许多年较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